现在时间是10月11号吧 我准备我听了一下我那个LBNB Viki告诉我说 从左边左拐然后到右拐 大概五分钟就会有一个超市 我正在去寻找这个超市 首先美国这个天 它确实难 我的天 而且首先我感觉美国的汽车 也相对而言比较干净了 就停了什么玩意儿都比较规矩 包括开车的时候我明显感觉到了 也不按哪儿吧 你看我走了大概能于已经慢慢走了 我是慢慢走 都多看一看吧 大概已经有七八分钟了 没有一辆车按哪儿吧 没有一辆车 我没有听到一声 没有听到一声 现在是11号六点六七点钟吧 微微出汗了吧 这就达到热身的目的了 确实这个开车还比较文明 客观的讲 看看路三级是不是要下雨了 在路三级没有汽车真的是不行了 它首先整个城市规划 从飞机上看了看 我降落的时候看了看 完全就是城市规划的 笔子笔子 这是什么旗子 我的天啊 这跟游戏里面的汽车一样 这是一个超市吗 我不太懂啊 我正在找一找 哪边有过斑马线哪 这我还真不太懂 咱要做一个文明的游客吗 所以我来找一找 这斑马线在哪 这一下子叫咱过 我还有点犯处 你看他们的开车吧 虽然说人家说 都会让行人 这万一要是不让他 要是碰到一嫩头轻的 那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他没有斑马线啊 哦那没有 他有个绿 这个白色的线 白色的线 stop stop应该代表 就是可以走了 行人可以走了 不要锁 intersection 这个这个应该是可以走了 这个应该可以走 我这边你看 这边就属于人行道 属于叫人行道 奥斯五 没有速度限制 no parking 他看到那个电线杆 还像我小时候那个电线杆 我小时候在树北农村 就是这种电线杆 可使用两步一呼 两步一吸的方式 你看美国的汽车真的干净 真的是干净 我看这一路上的牌子 把日本车的牌子最多 昨天我搭了一出租车 也是日本的 叫什么丰田 丰田 你看这边呢 又是雷克萨斯 马自达 所以说美国这个 我这一路吧 轿车 普通的轿车 基本上开的是日本车 如果是大一点的那种 皮卡 感觉美国本地的 Ford 叫Ford 我看到英文叫什么名字 就Ford 应该是翻译为福特 那个车在中国基本上很少见了 那个车在中国很少见 这是干嘛了 电站 这个呢 这个呢 公交车的 说一下公交车 我先等公交车过去了 然后再弄 如果向前走的话 公交车会以为 我在想上他的车 前面还有个自行车 这么厉害 前面还有个自行车 所以我要拍摄 所以我要拍摄 刚才那那位新年怎么横穿马路了 不会吧 刚刚我看见他下公交车 直接穿过去的 不会吧 我要走一下奔马 这这么多车 你生命是自己的啊 这边应该就是超市的 新马克 就是超市的 这个区 我看这汽车上的人吧 基本上亚裔的比较多 是 又一个亚裔的 这边这个区亚裔的应该比较多 那你现在看到这个像中国人呢 并不能直接说自己是中国人 并不能说自己直接是那个 并不能说自己直接问他 他是刚才刚刚那个 我的老板他跟我说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准备了 我要转过去 转过去 买个饭吃一次 最长跑步时间8分36秒 先加油 那个 我先去吃个饭啊 我时间来不及的 我先去吃个饭啊 最近我看了